大家好,我是小徐 今天我带大家来看大天鹅 在我的对面呢,是荣城的樱花湖 这边有个小的停车场 好多的外地车呀 都是来看天鹅的嘛 我们过马路去看看 可以看这个樱花湖边呢 已经围了好多的人了 哎呦,不少,真不少啊 不少啊 差不多有100多只 一百六七十 一百六七十 听口音您不是本地的 天津的 然后在荣城这边住 过来看看天鹅 每天都过来 每天都过来 还有学生在拿画板画画的 在这边呢 每天都有园林的工作人员 给天鹅们投食 这儿除了大天鹅以外呢 还有很多的不知名的黑色的小鸟 还有河里游的这个应该是鸳鸯 对吧 这儿的天鹅每天都有 工作人员投食 但是感觉拿着这包玉米粒呢 有些多余了 我们开车回荣城制养园 那边的海湾 那边也有些天鹅 这边的天鹅呢 没有人喂 估计这包玉米粒呢 能拍上作用 但是来了之后呢 发现天鹅离的岸边 好远好远 突然感觉 这包玉米粒就渺小了 快过来呀 这边有吃的 不行啊 这包凉酒酒是浪费了 本来以为这边的天鹅没人喂 没想到这边的天鹅都不过来吃 是不是因为海里的 可以吃的东西太多了 就不用就不用喂了这边 鉅子呢 还好 威脸 有侧其实 可以吃到ć肥皂 我就可以吃了 我今天就用一个肉 的颜色 都变成了 你给我看 是不是 你 我们